已经写了两年多的论文竟然是不翼而飞 在师大就有一名研究生 他因为存有毕业论文的电脑遭到偷窃 可能必须要言毙了 而这个同学他不只报警还到处张贴告示 就是希望可以赶快来揪出这个小偷 让他可以顺利毕业 他走过来然后看我学姐有没有要出来 然后没有之后还要赶快进去 然后没有之后 监视器画面中的黑衣男子进去教室后 偷了笔记型电脑和手机 本来是一件单纯的偷窃案 但谁知道笔店里存有研究生的毕业论文 准备要走回教室 可是我转身去丢垃圾 就如果我走回教室的话 就会跟他正面对到 就我其实知道他的身形是非常重要 两年多来的学术心血竟然不翼而飞 光是想到要重写论文 这名同学很伤脑筋 我还蛮担心的 就还必须要就是花很多时间跟心力去找 对 然后跟去重新写这样子 真是太悲惨了 本来如期毕业 现在可能要严闭一年 黄同学不只报警 还决定自力救济 到处张贴告示 希望赶快找回两年多来的学术心血 也希望好心人能够提供小偷的相关线索 让他找回电脑顺利毕业